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2012年秋天的一个星期六下午 长属古城区秦川河畔出现了两个年轻人的身影 他们是航模航拍发烧友善丹和朱丽飞 这一天气候凉爽 风力不大 路上的行人也不多 正是航拍的最佳时机 他们搬出各种设备 有条不稳地进行调试 他们准备用航模飞行器对秦川河一带进行航拍 你现在没了 他肯定是航拍的 可可思计 嗯 可思 都得通的 那这些鞋起来又生了 早上去开载 早上去开载 那么经得给路特载 好 开四趴 好 开四趴 好 开好这个就手机的掌握 四趟起地啊 一 一 四 四 五 掌握这个啊 这个 对 开始啊 伴随着电机的轰鸣 这两位年轻人遥控操纵的飞行器 在天上稳稳地飞行 扇丹主要控制飞行器的航行 朱丽飞主要操控飞行器上搭载的照相机 用它来拍摄高清影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新川河 就是那个河东建那一次拍摄 因为那里处于老城区 而且老房子比较多 而且电器线路新罗旗部 因为大家都知道 遥控无线电的设备 对电器设备被电器设备干扰性 那种信号干扰是很正常的事情 于是我们也在通过几次实地的走法 然后也进行实地的测试 测试下来那里基本可以适合飞行 金日葱 尽管周围有微弱的风吹过 但是从飞行器上照相机拍摄的画面来看 它的震动并不明显 这剪达是什么呀 好 第二种变车 好 微信就可 再说自明点 再说自明点 好好好 干五条的干五条的 没电没电 完了啊 完了 飞行自己一份四种剪达是什么 剪辑出来我们就上传到网上 让大家看看 然后我们自己圈子内的 那个朋友他们看了都说还可以 然后我们又让其他的 他们就是摄影爱好者 他们看了也觉得视角比较独特 创意也比较有意思 然后他们给了我们评价很高 平时他们两位都有各自的职业 业余玩航模玩航拍 玩到现在成了专业玩家 资深的发烧友 虽然操纵飞行器驾轻就熟 拍摄的影像质量不断提高 但在航拍现场 他们的表情总是严肃而又认真 看他们航拍 会觉得航模飞行器是他们身体的一部分 他们全身投入 眼神专注 航模呢 航模呢我小时候就喜欢的 但是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八九十年代 那个时候大家 普通那个群众家里的那个收入也不是很高 父母亲也不可能满足我这种要求 但是父母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引导 他说喜欢是可以 可以先从小时候 先学习他的相关知识 然后长大 等条件成熟以后 自己创造条件去满足自己的 去圆自己小时候的那个梦想 我们中国人可能对飞行嘛 就比较 就是传自古以来就比较有兴趣 比如说古代都有 嫦娥奔业之类的 这个从小就有一个情节 就是说能够去天上那个 搞一些发展一些什么活动啊之类的 就是一个梦想 就从小有个梦想一样 真正就是说航拍这一块呢 就是从网络上我看到一个视频 就是人家拍的那个 一个航拍四川的 开始以为是直升机拍的 因为他拍的画面非常的稳 就是也是那种高清的 非常的平稳 后来我就是加入了 他们那个航模的一个组织里面 去看了一下 哇原来 原来那个航拍可以这样子的 就是通过小型的一些 无人驾驶的飞机 航模 载上一些高清的设备 他就可以来做航拍 然后我觉得我也可以啊 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个航拍的形式 来记录我身边的一些景色 就在朱丽飞产生航拍念头之前 善丹已经开始尝试用航模航拍 那时他们俩还不认识 第一次我是用的就是我朋友 赠送给我的一架 游动的46级的一架遥控模型飞机 当时因为对航拍 就是浅层次的认识还最浅最浅 就是把家里的傻瓜数码相机就直接放在 用固定的方式绑在那个遥控模型飞机上 然后带上天 然后因为我有个朋友 他是从事电子产品维修的 然后他帮我改了一下那个相机的快门 让我可以通过遥控的方式进行 控制那个相机的快门 然而航模航拍并没有善单想象的这样简单 没有多久将近三个月的时间 那个数码相机就坏了 一共测试了将近七次 七次 最后一次其实是失败的 拍出来五十几张照片 是一张都没有用的 主要情况就是照片就发白 主要就发白 然后画面上有水波纹 画面有水波纹 而且有那种很明显的图片上 然后后来我咨询了摄影的爱好者 他们说只有一个情况 就是你的相机的CCD 最主要最主要的感光元件 被那个发动机的震动给电坏了 也有可能是发动机震动 加上飞机机体自身的共振 引起的这个情况 然后开始我觉得 也许我还有可以补救的措施 以后于是我就又 重新买了一个更好的数码相机 装上去 但是很遗憾 还不如上一次呢 上一次还飞了七次 结果第二个相机 才用了三次 那个CCD依旧报废了 而且第二次我花了更大的时间 去改装那个相机 把相机的壳 全部拆掉为了减重 开启远远流长的华夏本领 见证沧海桑田的时代变迁 长江视野与您一起关注 我们共同 2008年 善丹与朱丽妃相识 自小对航魔的喜爱 共同的追求 使这两位年轻人聚到了一起 开始了同气相求 追寻梦想的飞天之旅 他在就用自己的那个 自己原来一个小型的一个飞机 带上他的卡片机在飞 我就是看到他在飞 然后我和他就看 诶 长叔居然有人玩这个了 诶 真好 然后我就和他研究起这个东西来 然后我们就看到 后来拍那个还珠格格的时候 他们有那个航拍机 就是一个小型的无人航拍机 带了专业的摄像设备 去投入到这项工作中 然后按照他那个设备的话 我就和他从 应该是09年初 09年初按照他这个设备 就去全套去买了这个设备过来 一大堆设备到货了 飞行器承载着他们全部的希望 但这其实才刚刚开始 航拍这个东西呢 基本上就是结合了 怎么说呢 航模摄影啊 包括五金啊 机械啊 制造啊 很多很多方面的知识 都要融合在一起 像我们做一个航拍飞机的话 飞机零件买过来 自己要组装 然后呢 航拍的一个云台 就是航拍架放摄像机的 也要自己组装调试 这个东西 反正十几个行业吧 我们现在就是电工水电工 车床什么都弄 一切准备妥当 当飞行器飞上天后 他们感到前所未有的兴奋 对于航拍来说 真正成功与否 直接取决于影像的质量 拍摄完毕 他们迫不及待的回家一看究竟 但是看到视频 心头却不约而同的抖然一沉 他有那个水波纹吧 就是非常的麻烦 和专业的比起来就是差很多 人家拍环珠哥哥可以上电视 我们拍出来叫什么呀 非常郁闷 这里面肯定是怎么说呢 哪地方没调好 没调好之后 哎呀 这里面怎么说 花了那么多钱感到 怎么会效果差那么多 就是整个画面基本上 就是在那个一直晃晃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一个又一个困难接踵而至 进步就在枯燥的测试中慢慢累积 没有围观喝彩的人群 只有自己对自己 还有彼此之间的鼓励 他们得不到什么回报 让他们坚持下来的 只有对航模飞行器强烈的兴趣 和一种对未来的理想 那是由来已久 另眼看成熟的雄心 这个飞机呢 是我们以前最早 最早用于那个航拍 航拍的固定翼的飞机 它主要才叫EPO的 EPO的泡沫塑料 然后因为设计到有时候发现 固定翼在飞行过程中呢 有时候它不能做定点的飞行 它只能一次又一次地 按照我们预设好的航线进行飞 成熟的声音 这个游动声音呢 就是可以实现定点 然后续航时间非常长 一箱油价的话 能半个小时吧 差不多半个小时 二十分钟左右吧 能带一个1.5公斤的 那种全腹的端反 上去拍视频啊也好 然后照片也好 但是这个也有个缺点 就是它那个太大了 太大之后呢 就是你起飞的场地 如果是在那个城市的街道啊 或者是人情密集的地方 这一款就不适合了 就是后来采用那个小型化 一点的多轴飞行器 就自己需要进行的一些改动 改动之后呢 就是适合我们这边的城市的实际状况 就是拍一些比较有难度的 比较有难度的进景 对吧 应该这么说 特写 包括特写 它的确点就是说载重小 然后机动性的话还可以 然后安全性也挺高的 就是这样子 我们出去的话拍些素材 拍些那个纪录片都是 普普嘛 看起场地情况 互补来用 进入一个专业领域去 然后我们就一个投资 投资进去大一点 然后我们就开始研究 就是说一些进口的 一些飞行控制器 就带GPS定位的 可以把飞机就是旋停啊 航线啊 就是一些高难度动作 配就是可以拍摄一些 一些专专业画质 把藏服一些老城区 然后有特色的地方 然后新城区 新的面貌 到时候会出一个片子 展示一下 这是我们的一个梦想 有梦想 有梦想 有理想 就有曾经的动力 看起远远流长的华夏本领 见证沧海桑田的时代变迁 长江视野与您一起关注 我们共同的长江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长江视野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